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因为常常在国外 所以许许多多地方同修们来信 往往我要隔很久的时间才能看到 甚至于有超过半年的 那么同修们在信件当中提出了许多的问题 我也很难一一为大家解答 这是非常抱歉的一桩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将一些问题有共同性的 大家都应当要明了的 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讨论讨论 第一个问题 说有人听说 说佛世门中有求必应 确实有这个说法 那么他问 既然是有求必应的 他说他的女儿生病了 没有办法 那么从出生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 那么他曾经读过地藏经 药丝经 无量寿经 似乎都没有反应 这是什么缘故 好像他有求 而没有得到感应 这一桩事情 我们确实是要了解的 人为什么会生病 病到底是什么因素产生的 很少人在这上面注意 但是这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关于义道 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专场 在古老的电影集里面 我们看到 林书军 对类 过去 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 李秉兵南老居士 医道相当高明 他曾经给我们同学们谈过 中国的医道 是游历时有渊源 有学问有经验 那么现在许多人 对中医没有信心 这个是迷失了 固有的文化传统 这是一桩很可惜的事情 那么中国医学里面 他要求的是什么 最高的目的 他要求的是长生 所以中医 所以中医 真正的目的 他是求一个长生之道 依据这个理论 他是人的身体 身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 如果使用的话 保养 保养妥善 这个机器 应当可以使用 年百年 那么换句话说 依照中国医学的理论 人要活到年百岁 才算是正常 那么你 到不到这么长的时间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你自己不善保养 把它糟蹋掉 比如我们使用的这些机器 我们对机器 构造性能 都不晓得 都在那里摸索 随便的使用 当然 它的损坏率 就很高了 人的身体 一波如是 而中医 第二个目的呢 是讲求 如何不生病 你看看 这说的多高明啊 那怎么样能不生病 第三个目的是 你有了生病了 如何来治疗 所以讲到治病 在中医里面 已经是谁第三等的了 那么这个大夫 来治病 那个也有上中下三等 上等的 最高明的大夫 他只要观察你的气色 你的动作 你的阴身 他就知道 你什么地方有毛病了 这个道理是在讲 也并不难懂 比如现在 我们使用汽车 是最普通的 一个交通工具 如果有人 经验很丰富 对于这个车辆的 结构 性能 很理解 这个车 一发动 他就能 从音声上 听到 这个车 某一个部位 出来问题了 同样一个道理 人这个身体 某一个部位 有问题 他的容貌 他的音声 比一定 有变化 纵然变化得 非常细微 我们一般人 粗心大意 看不出来 而这些大夫 他们是心地清静 细微的观察了 他看到了 他就能够 处方 给你治疗 一等的一生 二等的一生 功夫没这么高 他也观察 也来听你的音声 但是他要问一问题 提出一些问题 你答复他 帮助他 诊断 这是二等的 这三等的一生 是把门 李老师讲 把门治病 这是三等三的一生 在治疗方面 尽可能不要用药 你看我们在佛经里面 所看到的 在其他 那在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到 耶稣为别人治病 佛也为别人治病 佛用什么方法呢 一个是手的摸出 经常讲 摸一摸 他病就好了 其实这是什么 这就是现在所讲的 按摩 推拉 因为疾病的时候 一定是某个器官里面 关节不通 有阻塞 他给你 也推拉的时候 将这个阻塞 现象消除了 你就能 恢复健康 是这个 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在佛法里 还有很高明的 佛教他念一个咒语 实在讲 教他这个咒语 咒语是发的音声 音声要正确 这个音的量 节奏都要能符合 他的标准 他是用音声来诊动 你这个器官 某一个地方有阻塞 用音声来诊动 达到消除阻塞 使你的身体恢复正常 这是密咒致病的原理 很符合科学 那么现在大藏经里面 治病这些咒语 那都在啊 我们照那个去念 能不能治病呢 不能 这个不能的原因呢 我们也能够理想得到 我们依照这个文字念呢 音声不一定正确 那至于这个音阶 音量呢 那就更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 高明的人呢 传授 清口传授 才有效果 我们依照文字记载是很难达到标准的要求 于是和治病的这些咒语啊 现在我们拿来也治不了病了 这个可以说文字记载的虽然是在实际上已经实传了 它都有道理 都值得我们相信的 所以不用药物啊 那么在中国 还有一种方法呢 用针灸 也是帮助 疏解 这个学道 这个事在现在也很深信 西方的医学对这个也很有研究 他们也能够接受 到最后不对移的时候 才用药物 那么中医所用的这个药物啊 都是草本的 所以它这个药性呢 非常温和 对于人体 副作用啊 可以说 降低到最低限度 这个比西医实在是高明度了 西医这个药物 看起来好像很有效 很快速 但是多半都是这个化合 产生很不好的一些副作用 对这个内脏 这一部分有好处 但是对另外一个部分呢 它有伤害 那么这时 讲到啊 这个疾病的治疗 疾病怎么产生的 当然因素非常的复杂 佛经里面讲的 很透彻 所有疾病呢 可以把它归纳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啊 就是这个生理上的疾病 生理疾病从哪里来的呢 多半是你的生活齐居饮食不挑 古人所谓啊 病从口儒啊 绝大多数生理病啊 都是从饮食上来的 因此 中国古代的人 对于这个饮食非常讲究 注意看礼记 看旅室春休 月定片里面 那说得非常下期 这个都是谁就讲究的 养生之道啊 我们饮食吃东西吃坏了 感受风寒 这些病症 医疗啊 有效 可以用这个医疗的方法 医是医病啊 你有这些病的时候 可以来医疗 第二类的疾病 因缘呢 叫冤业病 这个医疗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个病缘是什么呢 冤家宅主 我们一般讲呢 冤鬼附身啊 这个药物对它 不起作用啊 那么这类的病 怎么治呢 佛家里面讲的 草度 草度是什么意思呢 实在讲啊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调节 劝导 希望这个 一过去事情做 已经做错了吗 希望大家也能够谅解 冤家遗解不遗解 所以送金 拜灿呢 目的是在调节 这对方如果接受了 他就离开了 离开你病就好了 这一类古时候有 现在比从前还多啊 我们在国内 在国外啊 看到这个 这是这个灵鬼附身的人 很多啊 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神经不正常 神经分裂症 严重的就送到神经病院去治疗 那个越治疗是越糟糕啊 所以这个佛法了 超镀松 这个这个超度松金 结晕世界 对这一类有效 如果你是上风感冒 感受这个风寒 你松金拜餐没效 那个一定要找大夫 要找这个这个用药物来调理 所以说哪一类的病啊 你一定要晓得 那么还有一种啊 叫续业病 这个是最糟糕的 医生药物不能治疗 这个松金拜餐也没用处 那为什么 他不是冤鬼附身 不是冤家来讨债 那这个病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病是罪业一种果报 你造的这个罪业太多了 或是你这一生造的 或是你前生所造的 你遇到这个语言呢 他这个报应发作了 这是最麻烦的 但是有没有救呢 也有 佛告诉我们 这个你松金拜餐 他这不是调节 这个方法没效 这个医药也没效 佛教过 餐处业障 你要真正的忏悔 真正的悔改 你把你的业障 消除了 你这个病就好了 这是别人帮不上忙 一定要靠自己 所谓是 皆灵还需吸灵人 你自己造的医 一定要自己参除 自己造的医 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 也没有办法帮你消除 这个是 总化了所有疾病的根源 不外乎这个三大类 我们明了这些道理 晓得四十真相 细心观察 我们得的病是属于哪一类 只要你掌握到这个原则 掌握到方向 治病就不会困难 但是这个里面 有一个总原则 也正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 所追求的 长生不变 这个在佛法里面 说的是非常透彻 你看看哪一个佛菩萨生病 哪一个佛菩萨阿罗汉是不健康的 没有 为什么呢 他知道这些四十真相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顺乎自然 就是健康的 所以佛教导众生 要随顺 那普贤十愿就特别强调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个众生 这个众生不是说一切人 人是众生 物也是众生 众生两个字的本意 是众云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这是它的本意 我们动物也是众云合合合生起的现象 植物也是众云合合生起的现象 旷物 乃至于一切自然现象 都没有一样 不是众云合合生起的现象 所以众生这两个字的意思 无限的生光 横顺众生 顺着自然现象 这就是最健康的 比如我们讲四季 四季的自然现象 春生 夏长 秋收东藏 这是自然现象 顺着自然现象 就健康了 违背自然现象 当然要生毛病了 要出毛病了 这个里面离很深 是非常微妙 古顺先行教导 一般平民 不讲那个很深的道理 就教你怎么样去做 你只要去做呢 效果一定就大到 你能够深深明白其理 当然更好 不明白这个道理 照做也行 比如说 我们今天从家里面坐车 到这个地方来 你要说车是什么原理造的 怎么造它呢 为什么它会动 那个事情可麻烦了 一天两天也讲不清楚 不需要解释 你上车 司机就把你拉到此地来了 你可以不必问 所以说顺习自然的法则 就是健康的 违背自然法则 就是错误的 那我们从大体上来观察 佛告诉我们 心 心是清净的 心是空极的 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东西 禅宗六族惠仁大师过去所讲的 本来无一无 佛家常常用云来代表 法轮大家都知道 这是佛家的马克 标志 标志 用云 云 顾一下的 云心 有没有呢 云心决定有 云心在哪里呢 云心不可得 它确实有而不可得 你决定找不到 为什么呢 它不是一个体系 它不是一个面积 但是它决定有 佛告诉我 我们的真心是决定有 这个设法界 依正壮严 现在讲宇宙人生 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现象 华言经上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是把宇宙的真相 一鱼倒破 所以心要空 空就灵了 灵就是智慧 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只要你心亲近 所以佛法的修行 方法很多 门境很多 方法门境 喝起来就称之为法门 法门五亮 金山长江八万四千法门 方法多 门境多 它的原则就一个 就是成定 换一句话 这么多的众生 他用不同的方法修禅定 用不同的门境 入禅定 离开禅定 那就不是佛法了 定到极初 真心就先前了 智慧也先前了 德能也先前了 心要尽 养心 身是人周 语言 它可贵之处 就是在动 语言要不动 就想想 它还有什么用处 今天科技这么发达 发达的第一个因素 就是语言在那里 不停的转动 佛告诉我 身是云周 身要动 心要进 养身之道 你就可以不生病了 可是现代人 违反了这个自然的原则 真叫做破坏大自然 实自然的身态不平衡 于是一切毛病都发生了 心要进 它那个心偏偏动 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连做梦 都还在乱想 这个心 就出了问题了 身要动 它偏偏身呢 要安逸 身不想动 要动的 它不动 不动的 偏偏要动 你说 它怎么能不生病呢 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 都从这一身边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 妄想分别之处 是病源 贪嗔痴慢 善毒烦恼啊 是一切疾病的根 那么我们要问一问他 你自己生病了 或者你的家亲眷属生病了 你给他送金拜餐 能治得好他吗 假如果然能够治好 果然有效 我们云云众生 生了病痛啊 诸佛菩萨 要不给我们送金拜餐了 那他的慈悲心何在呢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佛法没有迷信 佛法叫你念地藏经 念药丝经 念无量寿经 道理在哪里 是叫你明白 佛在经中所讲宇宙人生的原理 你要在这个里有体会这些道理啊 你要在这个理念去领悟四十真相 然后你就有下手之处了 不是说念其不经 佛菩萨就将神就把你病治好了 这是迷信 这是骗人的 哪有这种道理 讲不通的 那么自己有病 自己松心 是修清净心 刚才讲的 心地真诚 清净慈悲 就能把这些 这个不正常的 破坏自然心态 这些事情恢复正常 心里面原来有妄想分别之中 读读经把妄想分别之中去掉了 恢复心的正常 这个拜参 拜佛 拜佛是叫你运动啊 你一天依照这个方法 参会法 拜一拜拜 拜年拜拜 叫你生动啊 你必须要懂得这些道理 你的家庭眷属有病 你明白这些道理 你就能帮他的忙 如果他的病 是业障病 是业病 你就要交给他忏悔 这个病呢 才有起色 你不明理 不知道 死是真相 因为你现在那里祈求 那佛事门中 有求就不应了 佛事门中有求 别应 是里面有真实的道理 你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去修学 你才能够得到你的希望 你这个求愿 才能满你的愿了 所以这个里头不能迷信了 不能把佛菩萨当作神明 来看待 其实神明能不能保佑人呢 也不能 也没有这个道理 你去求神 一求神那病好了 那病该那个时候好 恰恰好碰上了吧 哪里是神起作用的 如果神要那么灵 一百个病人 一百个人去求 一百个人都好了 那神那就真灵了 一百个人去求啊 只有几个人求得 大多数人 还是没有办法 那可见的那不是真灵啊 他怎么可以说厚词莫比呢 哪有这种道理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 然后就不会怨天又人 小孩从生下来 很多年 都有这个病 不能好 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到 这种病 大概不是身体上的 可能就是蓄意 要仔细去观察 你看看 你对小孩饮食起居 如果一切照顾都很正常 那就不是生理的病 冤业的病的时候 一般冤家债主 不会在小孩这个时候来讨债 为什么 他没有能力还债 你找他有什么用啊 譬如我们有债主 我是个债主 人家欠我的债 我向他讨债 他现在今天一平如洗 我向他讨个什么 他没有能力还 这个时候我们决定不会去讨债 等他哪一天发了财了 又有能力还我们了 那我们才向他讨债 所以这个冤 鬼附身 也是有实戒因缘 不可能在他这个儿童的时候 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多半 还是蓄意过去身中所造的物业 要帮助他修忏悔法 帮助他培养一个清静善良的心 都在这方面教导他 这个有效 所以不妨可以试试看 那么第二个问题 他问有一位这个顾校校长的儿子 大概是开车货 撞死一个人 一个路人 他问了 这个要洗几次超度的排位 才能够把这个冤结 化解 这个问题 问得也很有趣味 大概是因为车货撞死人 自己这个心不安 到这个寺院里头 血排位也去超度 他问的时候 他问的时候 要超度多久 才能把这个冤结解除 这个不在乎超度次数多少 注意要明白这个道理 关键呢 是在乎你有真诚之心 改过前善了 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以后驾车要特别小心 不要再有这个过失 那么对这次受害的人 由衷地忏悔 最有效的方法 不是在血排位超度多少次 不是 最有效果的方法 是自己松进 拜灿了 集善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这很有效 这个能有效果 如果受害人 他还有加勤眷属 那我们有义务 对他加勤眷属 多少能有一点照顾 这个是报义的责任 你能够这样做呢 那就相当圆满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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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撞的这个路人 俗话说 在酒泉之下了 他也能够原谅你 你做得如理如法 做得和情和理 所以这个东西 绝对不是说 要写多少次排位 这个没有用处的 这个完全是外表 是形式 外表形式 不容易解决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 还是从这个问题来的 他说写排位 现在一般道场排位 有分等级的 我听说 分很多个等级 有大排位 中排位 小排位 价钱不一样 他说有一千的 有三千的 是不是写 那个三千的大排位 能够消得多 能够消得快 你们想想 这个和理吗 能不能和情和理 如果果然这是事实 那实在讲啊 这老天对人太不公平了 有钱的人 就能消灾 消得多 消得快 穷人这些灾难 永远没办法消除 这个惑离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了 消除业障 排位写的再大 写成十层大楼那么大的排位 说老实话 也消不了灾难 也免不了难 灾难是怎么发生的 你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将这个因素消除 你的灾难就没有了 这才是真正和情和理 现在 所谓是科技非要的时代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反而越来越迷惑颠倒 这真是一个怪现象啊 我们想想 何会有这些怪现象 我猜想啊 大概是现在 一般人民 生活富裕了 富裕了 就贪生怕死 于是乎 种种迷信 自然就延伸了 你看 你看在四五十年之前 半个世纪之前 二次大战之中和大战这个 结束的初期 一般人都非常贫困 好像这些问题在社会上没听说过 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一时 哪有功夫来想这些事情啊 这是一个社会 反常的现象 不是一个如理如法的现象 我们一定要用冷静的头脑 去思维 去观察 佛法 世法 都将求理 和理 和情 和法 我们才能够 采信 如果与情理法相违背 决定是密信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另外一个问题 他问道 在这个寺庙里面 写这些超见牌位 真的会有效吗 这是不是佛教的那样 这个问题 我不在此地答复 我另外 我另外跟诸葳来谈一个专题 现在正是七月 世间人所谓的鬼月 在这个月 大概是超度的这个风气 特别的情况 我们就这一段事情 来做一个简短的讨论 说明超度它的理论与事实 所以这个问题 不在此地详细来解答了 那么还有一些同修 这些年来 发现修学进途 那么听我讲经的 诺言带 听得很多 不但是听录音带 或者是看这个电视的传播 即使是在现场听我讲经 而听错了意思 错毁了意思的人 大有人在 这个事情实实在在不容易 所以 试法佛法 在教学过程当中 都讲求 要问 识问 你一定要学着问 你要学 你就一定要问 不可以说是 纵然 你听了之后 有体会 有心得 在故事后 也要擒善之时 印证 我所学的 有没有错误 我听的 我领会的 有没有错误 也要找个善之时 来印证 佛作的话的时候 那依旧里头是打了几个问号 在其中 那么这是 事出事件 修学 教学 都是这么 要求的 那么有不少的 同学们 听了之后 也不好意思问 也不愿意提出问题 这个就难了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乙 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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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佛的经典里面 可以看出来 佛当年在世 给的一些学生们 出家 在家 这些学生们 为他们讲经 这个时间 那占的很多 可是 依旧有大部分的时间 是跟这些同学们 互相研究讨论的 这些都是事实 在中国 学佛的同学 都非常欢喜 楞严碧 你看楞严碧 自私之中 就是讨论会 就是彼此 在一起辩论了 有的时候 佛提出问题 有的时候 学生提出问题 学生来解答 佛在旁边听 作为 给他做印证 有些问题 学生解答不了 佛在帮助大家 来解答 我们在顶级当中 能看到佛陀在世 教学那种活泼 自由讨论 自由发挥 真正符合 今天所谓 民族自由开放的精神 在大臣经典里面 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现代修学 除了 以言读经典 听讲经之外 这个研究讨论 是必要的 即使你更正确的体会 更正确的 其他 也要参加研究讨论 一方面 一方面 给自己做印证 一方面 帮助一些同修 他们 错毁了意思 训绝了意思 帮助他们 修正 这个也是 无量功德了 是一种好事情 所以 研究讨论 在修学过程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这正是古人 常说的私有 不管是你学的是 佛法或者是世界法 我们知道 佛法是教学 佛法是教育 离不开私有 老私是指导我们的人 同餐到游 是辅助我们的人 我们有老私指导 没有这些同学的辅助 很难成就 往往变成什么呢 闭门造局 忙休暇烈 那就坏了 所以 德行 学问 有成就的人 你去观察 故人也好 经人也好 他的成就 不是偶然的 一定有好老师之道 一定有好的同餐道友 经常不断的 在一起切磋住 他才有成就 我教导 我教导年轻人 也常常提示 老师固然重要 同餐到游 更重要 因为你们常常在一起辩论 常常在一起研究讨论 跟老师在一起 老师有威严 有的时候自己有疑问 也不好意思提出来 甚至于有些人不敢提出来 可是在同学方面 那就没有这些机会 同学们研究讨论 够不到当 可以去请教老师 这才是 正确修行的方式 修学的方式 那么 进宗同学 我过去 常常常 劝导大家 你修学尽宗 从哪里下手呢 我劝导大家 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 从这下手 三千遍 念完了 怎么办 他来问我 我遇到不少人 都要问我了 我说你再念三千遍 念经 并不就是目的 念经是手段 念经真正的用意 是修根本质 我们知道 佛法的教学 最终极的目标 是开智慧 整个佛法的教学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 所教的 归拿起来 不外乎 戒定会 三学 戒定 都是手段 会是目的 所以 所以佛法 是智慧的方法 佛学 是智慧的学问 这个我们不能不清楚 读经是方法 就是属于戒讯 实在讲呢 这个方法里面是奠定基础 是让戒定会 三学 一次完成 那你就真正修行 你真的会用功 戒学 刚才讲了 是方法 你展开经卷 用亲近心 用恭恭敬敬的态度 将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 你念经 当然就不会有妄念 因为其妄念 你这个经就会念错 你就不会有妄念 没有妄念 那就是持戒 戒学的精神 就是诸我莫作 众善奉行 念经的时候 没有一个杂念 没有一个妄念 就是诸我莫作了 经是佛的教诲 我们在读诵 我们在接受 这就是动善奉行 你看看 戒学就做了 定学呢 你念经一定专心 专心去念呢 就是修定了 念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念错 没有念颠倒 没有念漏 这是会学 你看看 就是在读经 戒定会三学 语言满具足 我教你这个念法了 不是说用个急躁的心 而且我天天在这赶 赶功课 像学生对老师的态度 我今天三遍念完了 我今天十遍念完了 没事了 一遍念一遍打妄想 那是什么用途啊 那个一点用途 所以念的时候 如理如法 专心 在这里读读 这个样子 三千步念下去之后啊 你的气质改变了 你一定会感觉到 你的妄念呢 少了 虽然没有断 减少了 智慧增长了 从前对人对事都迷迷糊糊的 现在会变得很清楚 很明白 听人家讲话 也能懂他的意思 耳目聪明 智慧增长啊 读经用意啊 在此地 三千遍 一定念得很熟了 经里面的 这些教训 你都能够记得住了 所以 三千遍读完之后 第二个节省 再叫你念三千遍 跟第一个阶段呢 用意不一样 第一个阶段是 界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目的叫你熟记 第二个阶段呢 叫你思考 换一句话说 着重在理解 第一个阶段 着重在记忆 熟记 第二个阶段 研究 理解 体会呀 佛在经上 讲的这个意思 像开经纪里面 所说 愿解如来 真实义 这是个第二个阶段 这是个第二个阶段 你真的明白了 真的懂啊 然后再进入第三个阶段呢 是要把经里面这些教训 这些理论 这些方法 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 生活 终于 这就成功了 你才真正得到 佛法修学的受用 绝对不是 把这个经念给佛菩萨听的 每一天在家里供养佛像 在佛菩萨念几遍经 我很乖 你看你教我念 我天天都念给你听了 与自己生活行为毫不相干 这样德经呢 一点有那么用 那个说是口善 你念经嘛 总比骂人好吧 你好处在哪 好处就这么一点 对于你的这个这个 这个德行 对于你的学问 对于你的这个生活的改善 完全没有帮助 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 我教大家了 是这个方法 熟记 身杰 实行 要把它做到 于古大德所讲的 信杰行政 这四个阶段呢 也能配合 那么这时 我对大家 提倡 对今的 用意 希望大家 要明白 这不是念三千遍之后 就得 佛菩萨保佑 就将来能保证 往生了 我没有说这个话 如果您能够理解 能够实行 那可以说 你得到保证 决定啊 决定保证 往生 我也曾经说过 无量寿经 就是我们凡夫 求生 净土的 保证书啊 但是这个保证书 你一定要知道啊 熟记 理解 理解 实行 才能真正 达到保证 只是读诵 不能理解 也不能实行 这个没用处的 这个 只可以说 终于点善根 这一生当中啊 得不到 结果 希望大家 要细心 去体会 要认真 入理 读诵之后 要研究 研究是可以 多听讲 多 找一些 好的 你自己的 朋友 啊 学乎了一些朋友 不学乎的朋友 也可以 只要是好朋友 邀请他们 一个星期一次 来研究 讨论 这个景点 啊 把讨论 所得到的 结果啊 就 辅助于 实施 啊 在生活上 怎么做 在工作上 怎么 怎么做法 啊 把这个 经典的 理论方法 啊 用在生活上 用在 这个 工作上 啊 应用在 平常交际 应酬上 我们这样 才能真正 得到 佛法 殊胜的 功德 利益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 讲到此地 啊 谢谢 谢谢 诸位 请不吝点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